男人秒射 怎么延时加长呢 中医教你方法 助你重整旗鼓 不做快难 大家好 我是沈医生 男人坚持不到两分钟就射 大多跟年轻不懂事 过度手淫有关 因为过度手淫会消耗肾经 导致肾虚 而肾一虚就更没办法正常故射肾经 那这时候自然就出现早泻 没多长时间就草草了事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延时加长呢 就需要补肾 故射肾经 今天沈医生就教你方法 只需要三步就可以让你重整旗鼓 不做快难 那第一步就是兔丝子加巴基天煮水喝 兔丝子巴基天这两味中药搭配 可以大补肾经 故本田随 对于肾经亏虚引起的男性问题 像阳尾早泻不能正常勃起 时间还短这样的人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对想要延时加长的男性 就可以白天的时候参考这两味药 然后煮水喝 第二步按摩三个穴位 用泉穴 泰西穴和肾疏穴 其中用泉穴可以滋生肾水 易经填髓 泰西穴可以滋肾阴 补肾阳 肾疏穴可以强壮肾气 由此每天晚上洗完澡 泡完脚之后 经常用止斧按摩这三个穴位的话 就可以帮助男性补肾提高肾功能 延时加长了 另外除此之外 像肾经上其他的穴位 比如染骨穴 大中穴 水泉穴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补肾的 大家可以灵活掌握 第三步就是运动 运动可以提高心肺功能 维持血流量 我们说男性功能之所以勃起 有硬度都是神经血管反应 比如说一个正常的男性 当大脑收到性刺激的讯号时 血液就会去充盈海绵体 维持勃起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运动 那么心脏能力不强 血管流速焦慢 自然疲软敏感溢泻 而且欲望低 做什么都没有兴趣 所以要想夫妻生活延时加长 平时就可以适量做一些运动 比如跑步游泳骑单车 不过呀 如果说你肾经亏虚的很严重 用以上的办法也不管用 那么我建议你可以去找专业的医生帮忙 根据你的情况 对症条理 或者是直接可以参考一些补肾经的中程药 像五子燕宗玩 补肾一经 筋锁固筋玩之类的药物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线下找专业医生指导用药 喜欢的话请长按点赞三秒 关注转发收藏一下 我是中医沈洪 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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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了